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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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收到私讯问我说 丁东,你是怎么把日常生活拍成跟日渣一样漂亮 或是,要怎么拍出有故事感的人物照片跟生活照呢? 嗨,我是叮咚 刚刚那一幕如果没拍到 就会消失不见了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在有了小孩之后 看他每天在长大 昨天没拍下的画面 今天就不可能再重现 每天日子在消失的感觉 就变得非常的强烈 我很幸运拥有摄影这个才能 我拿起相机为我生活的转变 拍下一张张可以永久纪念的照片 这次开课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心得 也邀请大家一起 将我要在身边的可爱瞬间 拍成好喜欢的纪念照 在业界十年 我试着将摄影技巧简化再简化 邀请你来轻松学会 学会了这些摄影技巧后 你就可以以家为出发点 拍下小孩长大的历程 拍下爱人在你眼中的美丽 拍下毛小孩的可爱 当然也可以拍做菜的过程 拍家庭聚会 拍你眼中的爸妈 拍下任何你感觉到温暖跟爱的瞬间 我想分享的是 别忘了我们学会摄影师要记录情感 相机和技巧都只是记录情感前的骨架 所以课程除了教技巧以外 还要想要教你感知 教你怎么拍下瞬间 教你怎么观察自己的生活 然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故事感 进入这堂课程你会发现 这套拍摄技巧 其实是一套感知生活 感知情感的方法 准备好你喜欢摄影的心 也拉着你的另外一半一起来 学好这堂有关于家庭记忆的摄影课 学好摄影不是因为想要让自己 在镜头前多美丽 而是在漫长的人生里面 多了一个保存心动与美好的方法 一起记录让你感动与想念的每一个瞬间 今天的摄影是明示同一个只的 反对 diagn课 Colm 不说了,我们课堂上见。